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们H&N YangYang 我们其实就刚刚从意大利回来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意大利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意大利的所见所闻 我们其实就去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或者最主要 今次我最想去的一个目的地就是米兰 我时尚知道米兰 你也是第一次去米兰 去到这么多地方 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最喜欢的哪一个景点呢 最主要是那些女人不戴衣服 这个稍后再说 如果真是一个景点你会喜欢哪里呢 那些都是点来的嘛 好啦好啦 你说先 其实我最惊喜 就是一个惊喜来的 其实就是我们去了一个D&G的一个exhibition 知道这个exhibition 也要多谢Ana Natshako的 因为其实我是真是无意中在她的IG那里 因为其实她的IG真的挺好看的 久不久我都会查看 因为她其实也是在那里做Turandor的 但我认为我们看不到 但是一看到在米兰有这么有趣的展览 上网搜索了 我们去的时候还在做这个展览 所以就去看了 那里面呢就 正如说是D&G的一个 你当是将 其实它们将它以往很多年的一些 collection 然后再放出来 那另外我很喜欢的其他部分就是 它没有任何那些围栏 是的 你可以摸它 但当然其实没有人摸的 是的 理论上你碰到那个 每一件可能是在说几百万的 都不奇怪的 真的超级 考夺天宫 我真的觉得 你脑里面一飞出来就是 哇 它能够花了几百个小时才去 摸出逐条羽毛 或者逐块玻璃 瘦上去那种工艺 但是真的可以摸在那里 无间距地给你看 给我看 我任我们任影 所以我也拍了很多照 我还会把那些细裙 是的 而且有些是手滑的 是的 踢到我那条不是手滑的 那条C的裙 它真的这样摸在那里 我真的被它踢到 是的 是很近距离 我看到也想给我一些魔作的朋友 但是真的很漂亮 除了说衣服漂亮之外 它的裙子也很好 是的 它有颜色 光影效果 音乐 它也有考虑 即是它每一个展区 它都有一个film 譬如入到玻璃 刚才你说的玻璃 就是因为它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有玻璃的元素在那里 背景音乐就听到不停地 有些玻璃碎裂的声音 最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就是 入到那些 哇 周围都是彩绘 花绿绘 那间房子 全部都是人手滑 整间房子 五环绿色的 每一块瓷砖 每一块地下 你看到那个边边的那些都是有滑手滑的东西 它中间是有一个马车 它其实都画了很多图 有些都是歌剧故事来的 还有它的片排 即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展故 它前后呢 它都是没有颜色的 可能全黑 然后就全白 是啊 所以当你在一个全黑的一个展故 去到看到那个色彩缤纷 哇 是啊 爆炸那种 那种视觉的冲击 所以那个Cureation 都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很值得去看的 那你呢 你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景点是哪里呢 除了这个之外 最另外印象深刻的景点就是 就是我们去了米兰的墓园 其实我们去欧洲 其实之前去维亚纳 都有特意去维亚纳的中央墓园 都去看 放在那里的一些名人 特别是一些音乐家 那些中央墓园是超大 我们经常都是走了一部分 是啊是啊 这个呢我觉得它主要不是给你看 谁在那里 是它怎样 最深印象就是十二门徒 那坎野 那那个是谁的墓园 是啊 是的 那个呢就是Campari 就是一个 意大利一个很出名的 可以叫酒箱 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墓地 真的哇 很震撼 哇 弄得这么夸张 我们十二门徒那个画呢 我们就 最后的晚餐 是的 其实都是米兰 是的 最后的晚餐 我们就看了一个 红像的最后的晚餐 真的很夸张 这个当然是特别夸张 但是其实一路走 很多个墓 基本上都是很漂亮 很浮夸的工艺品 米兰真的很浮夸 是啊 就是 以Tosca Lili 那个墓园 其实已经相当于很平淡 非常清晰 是的 很清晰 就这样一层楼可以走进去 所以有很多惊喜 哇 你看到这个又那么漂亮 那个又那么漂亮 是啊是啊 其实我后来再上网看 少少有些人的分享 就是 譬如说 原来这个某一个墓 它本身这个设计 已经是有个故事 嗯 然后如何配合那个主人 对啊 其实都是很精彩 我们去过其他墓园 没有那么夸张 我另外很惊喜的是 它的风格真的很不同 很多时候你去看那些都是天使啊 十字架啊 那样的 它真的什么都有 你想到 想不到 很创造 就是哪想到 会有十二门来 你做自己家族墓园 是的 它的墓园是 其实在桌子下面 要走进去 是的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 这个体验 我也会推荐 首先又不用钱啊 又来都很便利 其实有个地铁站 一上去 其实就是了 所以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米兰都可以 推荐你去看这个墓园的 嗯 除此之外呢 我去米兰 其中一个最想最想去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了 拉斯加拿那里去看歌劇 那里都是一个 神殿 是的 就是圣殿 就是看歌剧人 一定会要去的一个圣殿 拜会 那些 那我们 其中一个 我們去看歌劇一個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感受到看歌劇 都是有這個階級觀念的分野 我們在那裏就變成了下等人 什麼上等人 我覺得是樓上 樓上不讓樓下 樓下的貴妃 包廂我們就不可以走下去 然後入口也不同 其實我們 首先很有趣的 他們是臨開舞前才開門讓人進去 不像我們平時去文法中心 一早進去 只不過在大堂等再上去入場 他不是的 他一開始要排隊 我們去到就看到有人說很長龍 其實很早 半個小時之前已經很長龍 我們就跟著排隊 誰不知我們進去報KR曲 他就看見你不是這個門口進去 你應該在旁邊的門口 我第一時間已經覺得好像旁邊的九孔 好 我覺得這麼差 旁邊的那一孔是我們去看餐廳的入口 是的 那就在那裏上去 然後才發覺原來我們去那個地方 其實就不會 他直接是鎖了 鎖了所有樂趣的樓梯 其實是可以走樓梯 鎖到下面的貴的包廂 但是他其實是鎖了 所以都想為 為什麼會感受到這個階級 都挺重的一個體驗來的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重的感覺 但是我就覺得 拉斯加拿不會賺錢 空場休息有些輕食 或者有些飲品 不算貴 那邊就真的不算貴 對 所以我就說 不是很公平的 我覺得這件事 非常之不同 我覺得這個 還有我們看歌劇的過程也有趣 因為他們每個座位前面 是有一部字幕機的 那部字幕機是虧的 大部份時間 要不就不動 即是站在那一格 甚至有一部出中文字形的亂馬 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字形 當然他們也有更新的 就是它其實有一個Apps 叫大家安裝 然後用他們的WiFi網絡 開那個Apps就可以 那個就真的正常 那個實時字幕了 是正常的 我是有用的 但最搞笑的就是 他們播放Housewood的時候 叫大家switch off the phone 你又叫大家用手機看字幕 但又叫人switch off the phone 可能我們坐得太高了 就是那些字幕機 在樓下的高貴人 就是活動的 我們這些傻的東西 就是壞了 隨便 不知道 還有另一個經驗就是 在那裡看歌劇 動是正常的 對啊 走來走去 不單止是站位 首先我們的位置 都已經是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寫著的 寫著的 某程度上我會形容 我們坐在一個有座位的站位 因為看不完 我們久不久都要站在那裡 在前面裝著裝著 其實就算坐在前排 甚至在隔壁包廂那些 其實它都已經握頭出來 側邊都看著 其實你說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舒適的 觀賞的一個體驗來的 所以 不停動呢 我覺得很自然 那當然前排就不要騷擾到旁邊 甚至我們都看到有些人是 換位 那些應該是 老手來的 我覺得他們背了到Opera的 然後進來是 看看有沒有急位 就坐過去 這樣 他們很熟路 好像經常來的 也是 當然 我們聽歌劇 聽聽 當然那個聲響 很重要 你覺得 聽完那個歌劇之後 你覺得 我們雖然坐五樓左右 你覺得那些聲響怎麼樣 簡直是 我明白為什麼 香港沒有什麼好的 人或者什麼來表演 浪費了別人的聲音 浪費了Orgestra 我們去聽聽 簡直覺得 嘩 那個聲音是很平衡 很舒服的 聽得 又不會很誇張的回音 但是又不會沒有聲音 總之 你聽到低音 那麼遠 都是很平衡的聲音 所以就真的是 是很傳統的 那種很高的 Opera House 所以 它有二百多年歷史 但是還能保持 不是保持 它一開始已經是這麼好 其實 起的時候已經是 With that in mind 然後 聽得很舒服 所以就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 香港 算了吧 多厲害的人來 都是浪費了一把聲 都是打一個折扣 折扣 絕對是折扣 所以 跪一跪去飛海那個廳 也是有原因的 嗯 我們除了去米蘭看歌劇 我們都 意外地去看歌 哦 是的 因為剛好是歐國杯 因為其實 那時候我也沒有留意到的 即是預訂了機票去的時候 才發現 是的 我們去的時候 仍然在踢 淘汰賽 最終意大利就出了 剛剛就是 我們 轉機的時候 去到瑞士 即是蘇黎小的時候 就看到報紙 哎呀 輸了 意大利就輸了給瑞士 是的 所以去到 就看不到意大利 但是我們都很幸運 因為 我們住在米蘭的 中央車站附近 他們剛剛在中央車站的外面 就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桌子 給大家進去免費的 一起看歌 嗯 所以都是一個 所以我們都看了幾場的 是的 可能意大利輸了也有個好處 就是有位坐 哈哈 如果意大利贏的話 應該就敷了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就很舒服 看得不是太多人 因為米蘭的日照時間長 是的 所以其實 雖然是 當地 6點 9點 6點 其實基本上 整個小時 還是早上 超級曬 好像早上 下午 都會曬著 我們都要一天二開太陽 太多的 但是 環境是很舒適的 可以開派對 除了有星星師 還有些蚊 OK 除了這些 看歌 看歌劇之外 剛才我講女 看了很多女 是不是 女簡直是 兒子真的不太 女 真的很漂亮 很多都 又漂亮 身材也好 接著又開放 就是 開放 就是 穿衣方面 比較 舒適 哈哈 好舒適 因為不戴衣服的 是啊 很多都不是 或者是戴一些比較鬆身 不是鬆身 是薄 很薄 薄到 穿了等於尾穿 哈哈哈哈 還有搖 我們研究了 走路 走路 蹬下蹬下 人家身材也好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都不明白 因為我們去意大利 有很多 杰拉托 有 滴茶 就是 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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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上去就 發生形 就是非常 所以我們每天都吃 吃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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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又看丁奇 是你 是 但是很好享受 所以我明白 為什麼是 一個這麼 喜歡 就是好像我們 常常去日本 回鄉下 那樣 就是度假 而歐洲那邊 就去意大利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度假的勝地 真的 因為又有 有美景 又有好食物 又有美女看 嘩 一流 我們剛才又說了 食物 食物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 雷拉圖 我吃了 人生第一次覺得 嘩 那麼好吃 的 雷梭 對 這個就可以展示給大家 這本 我們都特意 雖然這本不是在米蘭買的 但是就是 看到有米蘭 一半 曲 那樣 因為我們真的 很興奮 很多好食物 除了雷拉圖 我們平均每一杯 真正 真正 但是真的有米蘭 還有我們都很驚訝 那份量 哦 帶你食物 我想我想 歐洲的份量 可能都是 在法國吃東西都很小 但是意大利不是的 譬如上薄餅 真的一大塊吃得飽 甚至可能 他應該這樣 他希望你一個人吃得完 那一塊的薄餅 還有 是啊 所以麵也是很大盒 或者那些湯 或者下足料的湯 很飽 哈哈 是啊 所以這個 又飽肚得來 又不是真的很貴 很好吃 又要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是啊 最近我們都沒有試過 中伏的食物 沒有啊 所以 最難吃的都是 普通 好吃 就不是 這樣 是啊 暫時沒有中伏 我們吃過 所以 意大利 米蘭 我們都會 衣食住行 果然是 意大利 都沒有說 衣服很漂亮 所以 真的 打開眼界 是啊 很值得去一個地方 那我們 今集 先分享到這麽多 那我們 下一集 就會再分享 我們去另外兩個地方 維羅勒 和威尼斯 的一些見聞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